四個被政府司法覆核的議員 他們即將會在2月5日上庭 其實距離那時候只剩下兩個至三個星期的時間 而也很明顯地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或者堪育民主運動的人 都會希望可以在這段時間出來 無論是走出街頭也好透過抗爭也好 是希望能夠告訴政府香港人不會退縮 達至我們守護議會的訴求 要求政府撤回覆核 但是在這麼敏感的時刻 政府突然間就選擇了 就是要去拘捕我們所有 這些曾經是所謂的 大家可能都見過一些比較熱衷 或者比較多參與在社會街頭運動的人 去嘗試打壓這個運動 亦都做了一個阻嚇的作用 希望就是告訴別人 原來你出來遊行會有個後果 你出來遊行會怎樣 但是現在這就是政府想透過這次的拘捕去達到的目的 所以我們認為無論是在時機上 還是他拘捕的人上 其實他都很明顯就是 就是說表達了他的一個政治意圖 或者無論是政權的表中 或者怎樣都好 其實你見到整件事都是政治拘捕 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原因就是 我在警察那裡已經聽過很多次了 警察 我們無論是問我們有關保釋 或者問很多有關的事情 警方給你的答案都是不到我話事 我們問拘捕我們的警員 警員說不到我話事 然後我委託律師去問警員的上司 上司又說不到我話事 但是那個上司已經是總執行的總指揮 為什麼還是不到他話事 到底這次的拘捕行動是誰話事 是不是有一些給那個執行更大的勢力 一些政治的勢力 或者會不會其實就是很簡單 是梁智英政府決定說 這個行動 就是政府看下想不想放 政府看下那時候的輿論是怎樣的 很明顯如果連警察拉人 警察自己都說不到事的話 這個檢控最必然就是涉嫌了政治的因素 其實我們一方面警方肯去抓那些 去襲擊那些人是好事 因為其實無論在任何地方 襲擊議員都不是一件 就是絕對都是一件很嚴重的事 是應該要立即採取行動 但是在同時間進行 其實會不會是透過一些 我可能去透過拘捕 我抓了那些人 但是我要表彰給北京聽 我要表彰我的忠誠給中央聽 就是我不是只抓那些愛國的 我還會抓那些示威者的 那我就覺得其實是類似這個下果 在同一個時間進行做一件事 可否說一下 你說被捕始終有一些不努力的地方 例如不被親友的地方 可以說一下 其實在這個被捕人士的權益裡面 被被激留人士的權益裡面 其實是包括了 就是第二行 就是你可以與一個親友去聯絡 無論是委託他們還是怎樣也好 其實你是應該有這個權益 是與親友聯絡 除非你與親友聯絡 是會嚴重影響到警方的調查進度 但是很明顯今天我們這幾個 我們聯絡了親友 又會對警方的調查造成了幾大的影響 又會對警方的搜證會造成了幾大的影響呢 其實就是見不到的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搜證或者上門搜屋的部分 警方已經上來我們自己那裡了 其實這些搜證的權益 就是他已經來搜證了 聯絡親友又會怎樣影響到 到底我們怎樣嚴重影響到警方的調查進度呢 其實就是不會了 而我們這個聯絡的權益就是白白的被瘋了 而其實這一樣 就是他們可能會叫做no outside contact 不給聯絡外界 其實是近年會更加嚴重 其實即使以前我們去參與街頭的行動 我們被捕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可以立即去聯絡一個親友 但是近年我們看到就是有些人去被捕的時候 警方已經一致畫了一番的標準 就是通常這些人士都是no outside contact 你剛才說的話 今次的案件是想阻嚇其他示威者出來反對 對你們之後就著DQ的反對行動沒有影響 其實是絕對不會有影響 唯一的影響可能就是我們將會出來更多 我們將會用更多的行動去告訴政府 我們不會退縮 因為無論是我們今天被捕 還是之後現在警方可能計劃著 盤選著即將去拘捕的人 其實我們都是一樣本持著 我們其實是希望守護著我們的議會 守護著這個唯一一個是民主制度 稍為能夠實踐的地方 若然警方這樣也要諸多打壓的時候 尤其是我們絕對是不會退縮 亦都是不會這樣去戲裡 我們知道這步路可能是很艱難 每一步都可能面對著很多風險 警方的打壓 政府的打壓 司法的打壓 但是無論這一步幾艱險都好 我們都要去走下去 因為香港的民主路 因為香港要達至民主 就必須要有些人繼續去挺身前行 而我們除了我們之後 也都呼籲更加多香港的市民 參與我們日後的行動 我們可以去告訴大家 我們將會去2月5日之前 我們將會有更多不同的行動 將會有更多不同的東西 是去告訴政府香港人不要欺負 我們會站出來守護議會 英文能打 I want to ask I want to ask what are your complaints about the arrests made yesterday and regarding the protests outside the Liason Office Pardon? What are your complaints regarding the arrest made yesterday and your protests linked to your protests outside the Liaison Office last November I think the timing of the arrests is very annoying to our family 因为他们来到我们家在6天早上 所以我们家居住在我们家居住 因为警察可以叫我们去警察 他们可以决定在那里 所以我觉得我们家居住在我们家居住 我们家居住在6天早上 我认为你认为这个是一个政治人物 我们也认为这个是一个政治人物 因为一个月后,判断的判断 所以在这时期的判断我们 我认为这些判断的判断 所有香港人都会告诉他们 不去抗议,不去抗议 不去抗议,不去抗议 不去抗议的判断 我认为这个虚步和特首选举的关系 刚刚长毛说了一个很好的说法 林郑现在宣布要参选特首 这是一个表忠的行为 因为罗冠聪議員在机场被打的事件 引起很大的反响 也逼到警方一定要去拘捕一些暴徒 但是正如我们刚刚也有说过 政府在同一个时间 选择拘捕一些反释法的抗争者 其实是一个对冲的效果 一个向北京表忠的表达 就是说我不是只是拘捕一些外国人士 我也是拘捕一些争取民主的人士 我想就是说行政当局 现在趁着特首选举时刻 一定要向北京表忠 因为林郑也很明确表达了 就是他在继续梁振英的路线 你这个体制会是怎样的 会不会担心魅力 如果真的是他担选 其实魅力竟然是否会担心 抗争人士会继续受到担 我想无论哪一个当选特首 只要不是说争取一些民主价值 抱有一些自由价值 其实我们都是非常担忧的 因为林郑固然知 因为他会继续梁振英一个鹰派 很强硬的作风 但是对于曾俊华上任 其实我相信整班的 争取民主的朋友 亦都是不敢表达乐观 因为我们一直在争取的 全民退保 一些社福的措施 他都未必会落实 不过我想今天我们的拘捕 和我们撤回覆核的诉求 就未必跟特首选举有太大的关系